ok 你要自我介绍还是你名呢 这应该自我介绍没关系吧 我是那个主播每次都只叫我撂 然后前面念不出来的那一个 没关系你突然这样讲 我也想不清楚你是谁 I-I-S-T-L-I-A-O那一个 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 我今天要讲的就是一个 算是生活中的一个故事吧 没问题 不知道就是主播 或者是就是报名文 有没有就是那种家里面有一个 从小到大陪着你一起长大的某个东西某个事物 然后在现在可能他太老了要被菜换掉 然后你会很舍不得他这样 你是说像小贝贝那个东西吗 类似类似类似 我不是小贝贝我是有一台非常老的车 他从我就是出生前就已经在我们家了 然后因为我也已经二十好几了嘛 所以他的年纪真的很大 最近他的状况不太好 啊我们全家想到要换掉他就觉得非常的难过 注意他的这句话后面很重要 这种难过就是他真的是就是你知道 以前是我爸开的上下班 然后现在是我出社会之后我也开始接手 就是我也会开始帮忙养他 然后会就是使用他这样 后来大概在我大学的时候 他第一次出现一个就是算是比较严重的状况 那一次出发的时候 因为他那时候也已经面积挺大了 我们就把它检查一遍 以为都没问题就开上路了 结果一下高速公路到了宜蘭那边的时候 感觉水温有点高引擎温度有点高 啊我们不在意 因为他开起来很正常 我们就继续开 结果后来那个水温表是直接顶破天的那种 就是一直卡在最高那边就不下来 我们就很担心很担心 就路边找的地方停下来一看 结果发现水箱里面竟然没有水 嗯 就是我们猜应该是某个水水管有某个裂缝之类的 啊水漏光光了 啊我们出发的时候没有检查水箱 就是只看到水箱外面有一层水痕 我们我们以为有水你知道吗 所以我们就没有管他 我们也没加水 我们就直接我们就直接硬上 结果他没水 所以我们开车上去的时候 我们引擎是干烧的状况 他正常的水冷那些通通都没有干烧 就给我们这样开到梨山我们才停下来 对我们想说干完蛋了 啊可是在梨山那种地方 你叫不到拖吊车啊 拖吊车开到这个地方五个小时内 可是因为跟人家约好要在武林农场集合 我们想说好吧 那就反正他也还没出事 我们就硬着头皮先开 开到他出事为止 他就这样到了武林农场 好我们就在武林农场里面玩了三四天 要出来的时候我们想说不行 这时候叫拖吊车回到家 应该已经是隔天的事情了 硬着头皮开开到不行为止 反正下坡嘛 我们就想说你下坡 应该引擎不会那么严重吧 然后我们就这样一路开 然后就开回宜蘭了 结果回到宜蘭的时候 我们就想说好 在宜蘭这地方不好叫 我们上高速公路开到不能动为止 在高速公路上叫拖吊车的话 速度也会比较快 反正引擎一有烟 我们就靠路肩停 好我们就上高速公路 就这样开 然后就开回桃园了 这家人都拖死欸 他真的很硬朗欸 我们是很怕 因为第一个他没冒烟 我们看到一些状况好好的硬开 结果他这样给我们开回桃园了 然后第二天老爸开着他去修车场 那修车场在竹北 所以我们又从桃园开到竹北去检查 结果那边的厂跟我们说 因为你这个车有改过高 他不是说什么水冷液漏掉 这么简单 因为你漏的话就是一滴一滴漏 他里面至少还有一点什么气冷 什么之类的 不是 他是那个冷却管破了一个洞 里面根本就是没有水的状况 结果原厂就很担心 因为这种状况正常来讲 你变速箱或引擎 应该要整个大修 这台车应该没救了 结果检查就现在发现他好好的 我们就换了一条水管 他就继续开了 老扛了我们家老车 真的是拿命在开玩笑 我接手之后也发生过另外一件事情 这是更屌 他正常来讲车子应该有四个钢 四个活塞 结果我开的那个时候 那一次是他其中一个钢的火星塞坏掉了 所以他只剩三个钢在运作 有一个钢里面一直在喷 可是我不知道 我们从桃园开到了台中 因为我们预计的住宿点在台中 我那个看里程速是跑了330公里 但一天我开回到家的时候才发现 他有一个钢是没有点火的状况 结果又没事 我就开着他上下班几天 他就又正常了 这台车比你未来或现在还没交的女朋友 都还要专情 你还想换掉他 对啊 太可恶了 因为他是真的已经老到 他开出门的时候 有的时候他会只用一挡 就是正常来讲你车子会换挡 可是有的时候他突然会袖斗一下 可能老年痴呆 他就忘记换挡 就是他始终都是一挡 他快受终了 终究还是会老跟女人一样 而且会有一些很奇怪的问题 比方说什么雨刷刷不动 车窗降下来但他生不起来之类 就是会一直频繁的出现这种小问题 大概一两个礼拜就来一次 你就要一直频繁的去修他 就是真的年纪到了 然后我们打算找一天 把他洗得干干净净 然后 最后再肯抄一下 抄到他报废了 再给他送中 这家人脸他最后一口气都不放过啦 不是 因为要是他还能动 我们把他送去压成废铁 我们很不忍心你知道吗 就算是二手车厂 也找不到像他这么耐操的 预想就是 他就算一堆小问题没关系 但是他绝对不能出大问题 哪怕就算引擎少掉一个缸 哪怕就算他没水 哪怕就算他泡海水 没有我觉得不管哪台车子都不能这样操 他这辈子最后一回大概是遇到你们家的人 这就是今天的故事 好感谢你的分享 OK 拜拜 好 拜拜